要知道,怀孕的女性最伟大,就好像到处散发着光芒,她们为了孕育拍宝宝,经历完孕早期的孕吐,还要经历孕晚期的身体酸痛,忍受各种痛苦与心理的伤得不适,可见是十分辛苦的。 当然从怀孕的那一刻起,意味着我们就要做妈妈了,以后可不能吊铃铛的了,要肩负起一个做妈妈的职责,其实在腹中胎宝宝,也是会跟孕妈打招呼的呢。 当孕妇出现一下这几种感觉时,就好像胎宝宝在讲妈妈,我又长个头了,营养跟不上了,是不是觉得很可爱呢? 孕妈有这几种感受,说明财宝在猛涨,补充营养要及时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,食欲大增,刚开始怀孕时,相信许多孕妈都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孕吐,症状表现为,肝偶,食欲不振,但是往往到了孕中期,孕晚期,这些症状会明显消失,特别是随着宝宝的成长, 有的孕妈在孕中期,孕晚期会发觉自己饿得特别快,想吃吧,但又不敢吃,生怕对宝宝产生不好的影响。 其实,这种现象的出现,恰恰是一件好事,这说明胎宝宝正在悲速发展。 可千万不要亏了胎宝宝和自己的口服哦,该吃就吃。 但是,当宝宝进入猛长期,所需的营养就会比以前要高很多,所以孕妈要给胎儿提供充足的营养哦,可别小气。 二,尿瓶 提起尿瓶相信很多孕妈都深有感受,大约在怀孕两三个月时,胎儿会进入第一个猛长期,这时候胎儿宝宝已经逐渐成型, 慢慢的会压迫到妈妈的膀胱等器官,所以会导致出现尿瓶的现象。 如果你出现了这类情况,别犹豫,抓紧时间补补补呀,记得及时补充营养,这样宝宝才能长得更快哟。 尤其是到了孕晚期,厕所简直比老公还轻,有时候还没来得及走到厕所,尿都飙出来了,自从怀了孕什么奇葩事都能遇到。 不过不用担心,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了,孕妈就放心吧。 三,齿骨痛,在孕暖梯时,有部分妈妈会反映自己大腿跟疼到不行。 换句话说,这也就是所谓的孕期齿骨痛,这是因为怀孕后,随着胎宝宝的成长,受孕激素的影响,致使孕妈齿骨正带松弛。 持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,当两边的持骨分得太大时,孕妈应承受不了,所以会产生退跟疼痛明显的现象。 其实当你发现自己的齿骨痛,并不是一件坏事,恰恰说明咱们家的宝宝发育的速度很快,很是健康呢。 营养补充的胃就行了,孕期以上几种感觉你中了几个,群众就偷着乐把。 说明你家胎宝宝发育的非常快,同时又十分健康哦,这事的说明你家宝宝处于猛涨阶段呢,准爸爸们一定要照顾好孕妈妈和腹中的胎宝宝哦,营养不能停,做好饮食上的营养均衡,相信我们的胎宝宝很快就能来到我们身边哦,最后,祝愿我们的宝宝都能安全健康的到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